歡迎收看LCCFTV 今集是全新節目 世界經典巴士系列第一集主角是 快意車廠Viat 412巴士 快意除了設計了 多款經典為人熟悉的私家車外 設計巴士也有他們的一套心得 當香港巴 市公司在七八十年代 還在上英國的製造商 沒有合適的低地台後置引擎巴士時 意大利快意車廠早在六十年代 已經設計出低地台後置引擎的雙層巴士 成為意大利第一兩大量生產的城市後置引擎雙層巴士 也是第一次在城市巴士上看到這樣的配置 而獨特的斜尾 也是此車款的獨有記號 快意四一二 使用了Ever公司生產的 Metropole VE411輕女合金車身 及開創了的低地台車型 四一二系列 配備了一萬一千五百四十八CC的 俄式快意四一 而H61引擎 在一千九百轉時 可產生一百七十六匹馬力 橫向放置在後部 這種佈置 成為日後其他巴士製造商的參考對象 變速商是與快意四一零巴士相同的 半自動快意Magnetima L波箱 四一二分前期及後期型 主要分別在於車頭玻璃 後期型特點是圓形擋風玻璃 而不是早期的馬翅形狀 這可能是巴士公司 為改善駕駛視野而要求修改 羅馬ATAC公司 重新審視雙層巴士 試圖彌補當時大部分有軌電車網絡 受到抑制而導致網絡運輸能力下降 最初購買的兩兩四一二原型車 三九零一三九零二於一九六四年 春季投入使用 設計源自當代快二四一零 巴士採用三門四接的方案 前門和中門用於想客用 前門和樓梯入口處為售票員的位置 乘客從後門下車 兩架樣板巴士進行大約兩年測試 即使看起來效果不錯 但雙層巴士皮 證明 是不適合在意大利羅馬地區使用 因乘客害怕在上層座 而無法在所需的車站下車 乘客只會擠滿在下層的十二個座位和八十個站位 上層的四十五個座位幾乎未使用過 總體浪費了雙層巴士的 一百二十七名乘客的載客 兩 儘管如此ATAC 繼續訂購四一二系列 分派行駛 六十四八十五和八十八號線運行 而在最後日子派出在九十三線行駛後 一直使用到一九八一年便開始退役 快二四一二雙層巴士為日 後的巴士建立了多個參考標準 現在我們看看當年四一二的車廂內部和車身外觀的設計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您就坐在高端昌的上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